你见过六外星人的吗 眼前这个男人就敢挑衅吃人的外星人 不仅如此 男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这多亏了他独有的训兽天赋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 乔丹皮尔导演的科幻惊悚片 没错就是那个米根 他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贯注在此作中 为观众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恐怖氛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 奥地斯和父亲正在家里的马场中聊天 父亲让他去修理一下电台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尖锐的嘶吼声 接着周围的地面不停地扬起灰尘 就像有无数子弹砸到了附近 奥地斯转过头看到父亲坐在马上一动不动 突然宝马受惊朝前走去 父亲竟没了支撑掉下马背 奥地斯赶紧开着车送他去医院 然而就算第一时间展开治疗 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 一枚硬币贯穿了他的头颅 医生也不知道硬币从何而来 只能猜测是因为飞机故障产生的垃圾 奥地斯也没有别的想法 因为宝马的屁股上还插着一把钥匙 他们家是驯马师师家 专门给好莱坞士校团队提供马匹 如今父亲去世 奥地斯便接手了父亲的生意 然而他不善言辞 对于片场安全的讲解也说不清楚 直到妹妹小爱到来才化解了尴尬 然而在之后的彩排中 因为奥地斯心不在焉 导致剧组人员惊吓到了马 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片场导演找到了奥地斯 表示他还是不够成熟 所以剧场不打算继续用他们公司的马匹了 于是奥地斯只能将爱马卖到游乐场 小爱一来到这里瞬间就被迷住了 游乐场中全是好玩的东西 他看到有几个小伙围着一口紧往里看 也好奇地走了过去 这居然是个拍照的设施 没一会儿奥地斯将妹妹叫了过来 准备跟游乐场老板商量价格 结果妹妹在参观着老板诸普的各种荣誉 原来她竟是童星 小爱说自己特别喜欢她 想跟她合影 直到谈妥这个生意 妹妹全程都没有闭上自己的嘴 随后小爱又发现 诸普竟是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喜剧的主角 当年参演的大猩猩突然发疯 在片场杀害了一个演员 电视台封锁了这件事 但猩猩杀人事件发酵得特别厉害 有无数人在关注这个事情 但说着说着 诸普似乎想起了什么 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晚上回到家 奥地斯还是有些责怪妹妹话多 但毕竟是兄妹 很快他们就和好了 到了晚上 奥地斯发现一匹白马正在仰望星空 转个身的功夫 白马直接越过围栏朝着远处奔去 奥地斯有些无语 只能开车追了上去 然而到了农场边缘 还是没有看到白马的身影 这时 远处小镇的探照灯突然熄灭 与此同时 家里的电力系统也短暂歇菜了两秒半 奥地斯立马冲回家里 妹妹告诉她家里刚刚停电了 接着两人打开监控 白马朝着远处狂奔没有停下 而且刚刚家里确实停电了 奥地斯有点懵圈 她觉得自己可能看到了UFO 妹妹一听直接精神 第二天带着哥哥来到电器商城 准备买一个高端监控 如果他们能录下UFO的视频 农场就会有无数慕名而来的人 兄妹俩直接就能摆脱穷苦生活了 在结账时 收银员安杰尔问他们用不用上门安装 小爱毫不犹豫地表示不用 但对方说那可能你们装一天也装不上 接着又问到为什么要买这么专业的设备 难道是家里小偷多吗 又或者是住在UFO多发区 小爱赶紧表示没有人信这些 得知要装至少一个小时 小爱说要先去买点东西 专业人员装得果然是快 屋顶和马场边缘都装好了监控系统 奥地斯让他将监控的头台的高点 安杰尔有些不解 监控台的这么高 这哪像拍正经东西的样子 他更坚定了心理的想法 奥地斯兄妹一定是要拍UFO 接着安杰尔表示 现代政府已经不再用UFO作为代号了 而是改成了UAP 意思是不明空中现象 因为UFO的关注度实在太高了 政府不想民众知道太多真相 而改成UAP就没人关注了 这时远处的妹妹大喊着让他们过来帮忙 并且故意说是订购的驯马用的假码 但还是被安杰尔察觉到了真实用途 这时猪仆也来到这里 问到这个假码是哪里搞来的 因为他的游乐场里也有同款模型 黑妹反问他的模型是哪里买的 成功将对方的注意力转移 接着朱普说 其实是想邀请他们观看表演 但手没抓稳传单飞了出去 两人敷衍了几句打发走了朱普 接着安杰尔给两人介绍了监控的布局 还说一定会拍到天空中的一切 但兄妹俩就是装傻 安杰尔也只能失望离开 走的时候还不忘要好评 入夜 马场的灯突然自己亮了 而且又有一匹马不见了 奥地斯便关上灯准备出去找马 然而还没走几步 灯又亮了起来 等奥地斯转过头却发现 角落里似乎有个未知生物 缓缓站起了身朝着他走来 而且还不止一个 奥地斯强人恐惧退到墙角处 拿出手机想拍摄到外星人的视频 结果只是邻居家的小孩 被揍了这么一下 他们也不敢再惹祸了 匆匆离开了农场 要是我可不敢这么来一出 万一挨上枪子可怎么办 好在奥地斯并没有枪 接着他在农场不远处发现了马儿的身影 准备将他抓回来 而妹妹则在家里看着监控 却被镜头上的螳螂吓了一跳 随后被自己笑到了准备去休息一下 结果刚转头2号摄像头就歇菜了 这时安吉尔打来电话提醒小爱 虽然他觉得对方这么做是违法且侵权的 但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 奥地斯刚捆住爱马 突然远处的灯光开始熄灭 爱马受到惊吓直接将奥地斯拽倒 等他站起身却发现 农场中央的甲马附近出现一团龙卷风 没一会儿龙卷风和甲马一起消失了 妹妹在远处发现 UAP似乎是躲在了云层中 于是大声地提醒哥哥快跑 突然家附近的电力系统停止运作 但监控还在运行 于是他爬上屋顶 想清理掉监控上的螳螂 而马儿在农场中狂奔 也吸引了UAP的注意 伴随着阵阵惨叫 马儿也被对方吸了过去 在屋顶上的妹妹看到了全过程 然而监控上的螳螂这时才飞走 整个过程都没有被拍下来 妹妹被这个事件吓坏了 提议离开这个地方 但奥地斯觉得这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最终兄妹还是留在了这里 次日 小爱联系了著名摄影师安特 想让他帮忙拍摄不可能的影像 但小爱并没有直说 只说小镇上发生了某种奇怪的事情 他可能会拍到所有人都拍不到的画面 但最终对方还是挂断了电话 这时 安吉尔来到农场 不顾两人责怪的目光 自顾自的盯着一朵云 随后带着两人去查看监控 告诉他们 有一朵云很长时间都没有移动 所以外星人就是躲在云层里面的 奥地斯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过去的半年时间 可能每天看到的都是同一片云 然而只有一朵不会动的云 并不能证明外星人飞船的存在 而且奥地斯隐隐约约觉得 那好像不是一艘飞船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1998年 一道名为歌迪的情景喜剧正在拍摄中 穿白衣服的小男孩就是现在的游乐场老板 突然 现场的道具气球爆炸 惊吓到了星星歌迪 直接在片场大杀四方 最终导致一死两伤 男孩躲在桌子底下 但还是被星星发现 令人没想到的是 星星并没有伤害男孩 反而伸出手臂和他碰拳 这也让他觉得 自己在训兽方面似乎是天选之子 于是后来他开了个游乐场 并收购各种动物训练 如今 他的目标放在了外星人身上 猪仆早就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今天在游乐场举行了一场演出 名为抓捕外星人 随着节目的开始 猪仆介绍起今天的演出 他们将在一个小时之后看到外星飞船 随即讲起了过去半年的故事 猪仆一家每周五都会在这看到一次奇观 因为他在用马匹饲养外星人 他觉得外星人只是在监视人类 否则他们早就死了 介绍完他要让孩子出场表演了 因为按照惯例 外星人还有一个小时才会出现 然而一根踩绳突然出现在天空中 猪仆还以为外星人换了一批 今天来早了 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开始表演 这时马儿却不愿意出笼子 接着猪仆发现外星人不见了 周围的观众突然看向天空 现场的电器设备也全部卸彩 场地中心开始刮起大风 没一会儿所有人都被吸到了天上 而这个UAP似乎不是外星人飞船 更像是一个生物 所有的人类进入了像是消化到的器官中 伴随着喷出的腐蚀液传出阵阵惨叫 与此同时 奥地斯也看到了那天飘走的传单 上面写着今天游乐场的演出 一时间他脑海中出现不祥的预感 于是赶紧来到游乐场 想把自己的爱马牵回家 然而这里竟便离一片狼藉 而且一个活人的身影也没有 奥地斯走到刚刚表演的地方 中心只有一匹马躲在玻璃柜中 他轻声呼唤让马过来 这是天空中突然出现外星人的身影 伴随着人群的惨叫声在云层中穿梭 并且发现了奥地斯 静止朝着他冲来想将他吸走 奥地斯直接被撞晕 等他醒来已经到了晚上 而且天空下起了大雨 奥地斯赶紧打电话给妹妹 告诉他那并不是外星飞碟 而是某种未知生物 并且吃掉了游乐场中所有的人 此时安杰尔刚刚给监控装好遮雨帘 开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周围的电力系统包括他的车子全部停摆 小爱的手机和家里的设备也全部关机 安杰尔慌忙地逃回了小爱家 还拿了一把刀 此时外星人就在房子的正上方 并且人类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周围开始下起了垃圾雨 不仅如此还有包含着人类组织的血雨 此时奥地斯也开车回到了农场 熄火在了半路上 外星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悬停在了他的正上方 奥地斯作死地想打开车门看一眼 然而关门的声音也吸引了外星人 直接丢下那个假码模型砸穿了车窗 奥地斯被吓坏了 直接锁死车门在里面睡了一夜 次日一早 假码的音乐声叫醒了奥地斯 附近的电力设施也恢复了正常 说明外星人已经离开了 这时他也看到了妹妹和安杰尔的身影 还有安杰尔的车 奥地斯偷偷地摸到了车旁 打开车门准备迎接两人上车 奥地斯突然想起 如果不只是猛兽的眼睛 对方可能就不会攻击你 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 没想到还真的有用 外星人静止飞走了 三人来到了安杰尔的家中 在这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晚上又来到餐厅吃饭 然而吃饭时奥地斯也不忘提起外星人 妹妹和安杰尔都觉得他有些不分场合 此时媒体已经注意到游乐场的失踪事件 报道有40多人消失不见 安特也看到了这个新闻 想起之前小爱曾说这里有了不得的东西 于是转头打通了小爱的电话 表示自己现在有兴趣了 可以来小镇拍摄 次日一早 三人又回到了农场 而安特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 他一来就发现了远处的云没有动过 不愧是专业摄影师 随即几人开始研究应该怎么拍到外星人 奥地斯决定叫他牛仔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牛仔不喜欢什么了 那个甲马和采奇把他整得够呛 可能是卡在了类似气管的组织里 短时间里他应该都不会再捣骨旗子了 安特提议用马匹将牛仔引出来 但奥地斯可是世代以驯马为生 怎么可能用马作为诱饵 所以奥地斯决定亲自上阵引出牛仔 而安特则准备在山脊上架设摄影机 随后他拿出一个自制的手摇摄影机 小爱非常激动 他知道安特一定有办法 奥地斯非常有信心 他已经在牛仔底下待过很多次了 对方就像一个动物 他觉得自己能够应付 与此同时 妹妹去搞来很多充气的招手娃娃 安杰尔则是搞来电线和对讲机等设备 他们准备用这些娃娃布置一个定位系统 只要娃娃断电就说明牛仔出现在上方 安特就可以精准地拍到外星人的真面目 次日 安杰尔和安特来到山坡上架设摄影机 小爱则在房子里负责侦查 奥地斯骑上马准备作为诱饵 将牛仔引出来 随着小爱打开供电系统 所有的招手娃娃开始运作 并且他将音乐连接到功放音响 放出巨大的噪音吸引牛仔的注意 奥地斯也开始往场地中央移动 最远处的娃娃最先倒下 但没两秒又站了起来 奥地斯知道这是牛仔的试探 突然 一个骑摩托的精神小伙冲进农场 小爱赶紧走了过去拦住对方 但小伙却举着个摄像机对着天上的云 经过交谈 小爱得知对方是八卦网站的摄影师 他警告对方这里正在进行拍摄测试 前方是禁止入内的 还说他如果是去游乐场 旁边有一条更近的小路 但对方没有理会他直接骑着摩托冲进场地 牛仔的注意力也被小伙吸引 附近的娃娃正在迅速倒下 奥地斯赶紧骑着马过去想救下小伙 突然手摇录像机的胶卷用完了 安杰尔赶紧更换胶卷 这时附近的娃娃电力恢复 说明牛仔已经离开了这里 奥地斯赶紧下马想救走小伙 突然周围的电力再次停摆 他在对方的头盔中看到了牛仔的身影 果断扔下小伙骑着马逃离 而安特只拍到了牛仔的一点点残影 奥地斯沿着公路前进 牛仔就悬浮在他的头上 但因为他一直低着头 对方最终还是没有将他吸走 反而飞到一旁吸走了招手娃娃 这一幕倒是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奥地斯戴上了挑衅的帽子 骑着马继续移动 牛仔飞回了云层中 接着快速俯冲而下 眼见就要将他吸走 奥地斯赶紧放出事先准备好的彩奇 他见机跳进棚子中 牛仔被溜了一道飞回了云中 这些画面应该都被胶片机拍了下来 然而安特似乎并不满足 背上小型摄影机往山上走去 挑衅地看着怪物 最终他拍下了第一视角的画面 但同时也被吸了上去 此时小爱和安吉尔都在看着牛仔 对方感受到挑衅的目光 静止朝着安吉尔袭来 好在大风将一块塑料布吹到了他身上 因此逃过了一劫 牛仔又将视线放到了小爱身上 虽然他及时跑回了房子里 但大风还是将他吹到了另一边 意识到对方马上就会来抓自己 安吉尔迅速将铁丝网缠在自己身上 果然 牛仔根本就不在乎采齐或是娃娃了 势必要将它吸上去 但因为铁丝网连接着篱笆 最终安吉尔还是成功逃离 此时牛仔已经彻底被激怒 开始变换自己的形态 像花一样开始绽放 奥地斯大喊着让妹妹去骑摩托车 赶紧离开这里 小爱看着身后的怪物赶紧朝着摩托车走去 奥地斯则是骑着马儿 准备给妹妹争取一些时间 果然牛仔关闭了准备进食的器官 并转向了奥地斯这边 朝着他慢慢逼近 突然妹妹也决定保护哥哥 大声呼喊着 牛仔又转了回去 奥地斯打了个手势 随即瞪大双眼直视牛仔 随着牛仔的远离 摩托的系统也随之上线 这次轮到小爱瞪眼了 然后他快速启动摩托 带着牛仔朝着游乐场跑去 速度甚至快到牛仔无法跟上 等到了目的地 小爱突然停下 将游乐场中大气球的绳子解开 牛仔的目光也被大娃娃吸引 接着小爱发现地上散落的硬币 快速投进井底摄影机 准备拍下这个画面 牛仔完全被气球吸引 直接将它吞了进去 而这个场面也终于被拍了下来 气球在牛仔体内被疯狂挤压 竟然就这么被炸死了 安杰尔也在远处看到了这个场面 此时游乐场外突然来了很多记者 正在报道这离奇的一幕 小爱看向了游乐场的另一头 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而那张照片也被洗了出来 兄妹两个可能会因此发财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明诺》是 咪根记逃出绝命阵后的又一例作 此作的元素可谓是全新的克索鲁风格 而且电影是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 在剧目上看怪物会更刺激 剧物恐惧直呼内行 导演在氛围营造方面非常有实力 有些镜头采用了类似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非常有代入感 配乐和生效的使用也是比较到位的 设定上怪物是七居在云层中的大气怪物 与以往躲在海里山里洞里的怪兽不同 云层相对于人们来说较为遥远 有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里如果存在一些生物 我们可能都不会发现 当然除非飞机撞上去 虽然怪物的来龙去脉没有交代清楚 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就是稍微有点烂味 不过脑洞很大 也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